近代华文文坛被认为从科学跨界文学最佳典范的作家陈之凡 25号病逝香港 陈之凡的作品被编入台湾中学的国文教材 每个人的学生时代几乎都读过 文件会主委龙印台称他是国民作家 陈大前教务长汤明哲称赞陈之凡是科学人的最高典范 陈之凡这个名字几乎伴随台湾每一代人的文学记忆 有点清楚却也有点模糊 听过啊 你的文章有点像吗 好像不太记得 听过名字文章不清楚 高中那个时候看过的 所以我知道这个作者 可是他的书我不是非常非常的了解 就是国小之前选那个谢天吧 以前看过可是忘记书名 陈之凡1925年6月19日出生于大陆河北 北洋大学奠基学士 美国宾州大学科学硕士 英国剑桥大学哲学博士 他的散文著作有 诗根的兰花 哲学家皇帝 以及中学生最熟知的谢天 虽然学的是理工 但陈之凡曾在字述中表示 从小就对文学有兴趣 因为家境贫穷才去读电机 他的文字简洁易懂 却蕴藏深刻的人文意涵 作家张曼娟说 陈之凡的趣事是散文世界的损失 前香港中文大学校长 金耀基称陈之凡是 最近几十年来最好的散文家之一 他是有成就的科学家 他的趣事是华人和中国人的损失 陈公大学前任教务长 汤明哲说 陈之凡的专长在科学领域 又有极深厚的人文素养 他们是科学人的最高典范 文经会主委龙印台 以国名作家形容陈之凡 他的散文贯穿好几代人的 共同记忆 当今文坛要找到像陈之凡 这样文理兼备的责任 恐怕难出其右 新航人亚太电视 陈定交张明竹 台湾特别报道 禁定交张明竹 字幕 Kids Kids 感谢观看